我帮阮堂写了一首歌哟 妈妈他教我最好少吃汤 吃多了消心神才会走样 哎呦 漂亮啊 幸首年来都是歌 歌王沈文成宣布在半旬会演唱会 国际沈文成日 红色西装外套造型出席宣传活动 年近七旬活力满满 外界也关心他的养生之道 多休息 然后多喝水 然后怎么讲 多接触大自然 因为大自然什么 有分多亲和负离籽 坦言平常消遣就是爱钓鱼 自己不抽烟不喝酒 没有夜生活 沈文成说这把年纪 唯一的武器就是喉咙 唱歌也很少像key 听了好友王彩华超羡慕 公开送他一条美人鱼 希望这只美人鱼呢 可以带给他一个幸运 可以伴他的下半辈子 两人一搭一唱 还说下次要加码表演吹笛子 笑翻全场 但生涯两度离婚的沈文成 也被关心家人境况 他透露年过三十的儿子 今年从加拿大回台湾过年 访谈到一半又唱起英文流行歌曲 中英台语歌都擅长了沈文成 表演总是令歌迷期待 不过演唱会嘉宾是谁 沈文成只透露是名字三个字的女生 让歌迷期待一下 同时新闻临时钟博华台北报导